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政府 在上去西边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玉王框就准备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准备移虫 在移虫之前我们首先 扎点蜂蜜进去 如果你是有这个 蜂王姜的话就更好一些 但是我没有 那就用这个 纯蜂蜜来代替 等一下我们就点一点蜂蜜去一行 点一点点 现在我用这个移虫针 每一个王牌杯都放一点蜜进去 我拍这个视频并不是教大家怎么玉王 因为我是第一期玉 所以我仔细分享我的这个过程而已 现在这个 王牌杯里面全部点着这个蜜蜂糖了 等一下我们直接的 移虫进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开始人工移虫 就是我第一期人工欲望 所以说 鱼虫移的不好 大家也不要见识 当我弄得仔细之后 我相信我也会变成老手 是吧 现在我先挑一下 这个鱼虫针 上面先冻一下那个蜜 冻一下蜜 冻一下蜜的话 那这样我们挑这种虫的话 应该就好挑一点 如果没有蜜的话 它粘不起来 我鱼的虫基本的是 一两天的吧 现在我鱼的第一条虫就是这条 这条虫应该是特别小的 我鱼的虫就是这么大 这条虫应该是一天的 年龄下 现在这个虫我就移好了 这是我第一期遗虫 第一期人工欲望 希望能成功 现在太多蜜蜂来了 马上放 马上放进去 像这样我们就要 这样 把这个王台 扭向底 底下 等一下就放到这下 这下我已经 推了一批风了 就是说拿了一个核框走掉了 等一下我们就放到里面 现在这个人工遗亡的人工遗虫就处理好了 刚才已经把这个人工遗亡的框放到里面了 过两三天之后我们再看一下 有多少个王台可以封盖的 如果封盖了就是说明介绍 如果不封盖那就是失败了 这是我第一次人工遗亡 希望都能成功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